成为完美儿子 我成了林兰高校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父母给校长送去景旗 觉得脸上有光 但很快他们就崩溃了 为什么你24小时都要穿尿不湿 我目光空洞地回答 因为会忍不住 我是林兰高校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毕业那天 校长办公室 妈妈穿了一件喜庆的红色连衣裙 爸爸穿着一套黑色西服 两人携手将景旗递给校长 旁边还有专人拍照 父母很激动 谢谢陆校长 博达的考试视频我们都看了 我和孩子他爸都非常满意 陆校长不愧业内闻名 博达就站在那里 气质都比两年前改变太多了 我们应该早把博达送来的 陆校长笑容慈祥 哪里哪里 都是纪博达自己出席 孩子如果不愿意学 我们再如何教 他也成不了财的 我毕恭毕敬给他们端茶倒水 看似平静的容颜下 隐藏着坠坠不安 我反复回想从踏进办公室后 自己的一举一动 每一步迈出不超过25厘米 站定后 左脚微微往前 脚跟靠在一侧 左右两脚间距离为9.98厘米 双手交叠放在腹部 然后面带微笑看向陆校长 又看向父母问好 接着就是七茶倒茶 应该没有出错 碰 因为走神 我不小心打倒了一个茶杯 茶杯掉落在地碎了 我顿时脸色发白 放下茶壶瑟瑟瑟发抖去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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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对不起 我错了 陆校长脸上是慈祥和蔼的笑 却让我更加心慌 我扭头看向父母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爸爸 妈妈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们带我走好不好 爸妈脸色一变 还没开口说话 陆校长已笑着上前 他伸手扶着我的手臂 即便隔着布料 我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下意识要将手往回缩 他却加大了力道 递给我一个警告的眼神 声音却还是如沐春风 呵呵 季总 季夫人 你们不要担心 季同学只是太开心了 他可是我们灵丸高校 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意外 对不对啊 季同学 我被陆校长叮得脸色煞白 哆嗦着低下头 是的 爸爸妈妈 我只是太开心太想你们了 父母不宜有他 很快坐在沙发上 一边喝茶一边听校长聊教育心得 我站在旁边 姿势标准地像个李先生 有时候话题落在我身上 我就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并点头示意 看上去一切都很美好 离开灵兰高校后 妈妈脸上的笑容就止不住 他坐在副驾驶上 时不时往后看我一眼 我系着安全带 穿着灵兰校服 坐姿端正 这才是乖孩子应该有的样子吗 可是很快 他们就要笑不出来了 回到家 妈妈伸手想抱我 手刚碰到我的肩膀 我就像受到什么惊吓一般 一边哆嗦一边往后退了两步 然后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喘气 伯达怎么了 妈妈想叹我的额头 我突然抬手啪的一声 打在他的手背上 我歇斯底里 别碰我 伯达 我又喘了几口气 又如梦初醒 我干了什么 我怎么能还手 还手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坏孩子是会受惩罚的 接着我又跪着爬向角落 一点点把背挺直 这是琳兰高校的规定 我们琳兰高校的学生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一定要注重一态 被不能弯着 我认罚 妈妈整个人都惊住了 爸爸也就没看向我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妈妈拿出手机 给陆校长打去了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明了我的情况 不知道陆校长说了什么 他很快眉头舒展开来 挂掉电话 他对着我笑了笑 没什么事 陆校长说 鉴于博达的叛逆 所以对他进行了特殊授课 现在他还不能接受别人的碰触 这对博达来说是好事 过段时间就好了 爸爸也松了一口气 他点点头 看了一眼手表说道 我下午出差 大概半个月 接着就上楼收拾行李去了 妈妈则一脸温柔走到我跟前蹲下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吓得我浑身一个哆嗦 妈妈我错了 您别生气 您别把我送去陆岸学校 妈妈收回手 笑得很开心 你说什么呢博达 你可是陆岸学校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妈妈把你送回去做什么 而且你现在变得这么优秀这么好 妈妈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生气 好了博达 起来吧 今天的菜都是你爱吃的 去洗手准备吃饭 爸爸忙着赶飞机 没吃午饭就走了 餐桌上只有我和妈妈两人 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妈妈拿了筷子 我才拿起筷子开动 我的动作有些僵硬 一块白斩鸡我加了三次才加进碗里 琳岸高校校训第十八条 吃饭要细嚼慢咽 我在嘴里咀嚼了25.25下才吞咽 接着去加辣子鸡 整整五分钟 我就吃了几块白切鸡 一块辣子鸡 一点啵啵鸡 再加上妈妈吃饭少且慢 看着桌上的菜 我慌了 琳岸高校校训第十七条 吃饭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 琳岸高校校训第九十九条 禁止浪费 我放下筷子 在妈妈震惊的目光里改成手抓 汤汁从我的嘴角流下 弄脏校服外套里的洁白衬衫 我却顾不上形象 继续像恶鬼一样风卷残云 博达你在做什么 博达 博达停下来 妈妈在对面大喊 我却恍若未闻 我一边抓菜 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 还剩八分钟 还剩七分钟 博达你疯了吗 博达 妈妈来到了我身边 抬手拽我 这一刻 我眼里只有没有吃完的食物 我体内突然爆发出洪荒之力 直接踩着椅子爬到了桌上 蹲在桌子上端起盘子 大口大口地吃 还剩三分钟 博达你这是怎么了 还剩两分钟 我打你吓到妈妈了 你别这样 还剩一分钟 我端起桌上的汤盆 仰起头大口大口地喝 喝掉最后一口 我打了个阁 时间到了 我松了一口气 妈妈我吃完了 千万不能浪费 浪费是很可怕的事 妈妈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 可能是被我吓到了 但是听到我这么说 她又笑了起来 吓死我了你这孩子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节约也不是你这么节约的吧 好了 妈妈知道了 不能浪费 你真是妈妈的好儿子 我很开心 妈妈又夸我了 看来我表现得很好 我是乖孩子 乖孩子是有优待的 至少不会再被送到琳兰高校 我从桌子上下来 利落地收拾碗筷 妈妈我去洗碗 我不仅洗了碗 还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地 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 妈妈很高兴 我擦地板的时候 拍了好几张照片发给爸爸 老公 看看博达 真的是长大了 送他去琳兰高校 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他还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我家的满分毕业生 太棒了 妈妈的朋友圈 引来一堆好友夸奖和点赞 还有人私聊他琳兰高校的联系方式 我儿子最近很叛逆 我也想把他送去琳兰高校 地板擦干净 我出了一身汗 妈妈给我找来一套新衣服 去换上 待会儿陪妈妈去逛街 我擦了擦手 小心翼翼拿着新衣服回了房间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厕所 我趴在马桶边 用手指抠喉咙 平时在琳兰高校 一般就是青菜叶配窝窝头 吃肉都是奢侈 每天的量还只能吃个一分饱 今天突然吃这么多 我的胃根本承受不住 疼都疼死了 刚刚我还在洗碗擦地 我根本不敢催吐 好不容易才忍到了现在 很快 我的胃一阵痉挛 我终于把肚子里的东西吐了出来 吐的过程太用力 一阵恶臭从背带裤里传来 我赶紧起身脱掉背带裤 果然 我失禁了 因为排泄物太满 竟然从尿布湿边角溢出了一些 站在了我的内裤上 我脱掉衣服 把尿布湿丢进垃圾桶 冲了个澡 又拿了个盆过来 接了一盆水 就这么赤裹着身体 蹲在地上开始洗衣服 很快 我穿上尿布湿 拿出妈妈给的新衣服 是一套很漂亮的西装 我从柜子里找了半天 找了一件白色秋衣打底 穿在了里面 妈妈看到我的打扮 你这是什么打扮 里面套秋衣 她要来拉我的手 我立刻躲开 仿佛她是什么怪物 妈妈 我怕了 妈妈看不惯我的秋衣 给我找了个外套套着 然后带着我出门了 她逛街向来花时间 这次还要给我买衣服 逛了快三个昆石 竟然还没打算回去 我早就已经憋不住了 我能感觉到 在逛街的过程里 我又试镜了八次 再这么下去 我的尿布湿快都不住了 更别说因为今天吃太多 我还有点拉肚子 妈妈可以回去了吗 妈妈根本不理解我的担忧 继续踩着高跟鞋 往东西走 妈妈 我脸色煞白 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 我又试镜了 这是一个小男孩 妈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 就算是去医院看病 她也会精心打扮 看上去永远大气优雅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 她这么歇斯底里 一进家门 她就把包丢在地上 纪伯达 你脑子是屎胡的吗 在商场丢人 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故意让我在外人面前丢脸 你说我含辛茹苦 把你养这么大 给你吃给你穿 还花钱让你学着学呢 怎么就培养出你这么个废物 纪伯达你有什么用 妈妈的嘴一张一合 因为圣怒导致面部扭曲 精致的妆容 和两年前的争鸣合二为一 纪伯达 你知不知道 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思 要不是你 我会辞掉工作当家庭主妇 结果呢 你是怎么回报我呢 你好得不学学坏的 你跑去和一个小太妹谈恋爱 你丢得起这个人 我和你爸丢不起 那一次 他就把我送去了林兰高校 伯达你病了 你放心 林兰高校很有名的 是国内针对叛逆孩子 专门设立的学校 这里的老师会帮你治病 你会成为一个正常人 可是成为正常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我全身忍不住地颤抖 我惊恐地跪在地上 一步步朝着妈妈爬了过去 妈妈 我知道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拉肚子了 我保证 我下次再也不会犯了 你不要把我送回林兰高校好不好 妈妈 我真的很努力了 我已经满分毕业了 我是林兰高校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我不想再回去了 求你了妈妈 我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妈妈低头看着我 脸色变了又变没有说话 这时 她电话响起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瞬间变脸 是幼楚啊 怎么了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妈妈脸上洋溢起灿烂的笑容 上新闻了呀 我不知道呢 谢谢夸奖 也是我家博达自己争气 当初我也没想到 她会成为林兰高校第一个满分毕业生 现在我家博达可听话了 刚刚回家又是洗碗又是擦壁呢 认错态度也好得不得了 这个通话大概持续了十来分钟 妈妈挂断电话看向我时 已经不见半点生气的样子 好了 我打起来吧 她想扶我 靠近我后却闻到一股恶臭 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拉肚子吗 这个控制不了的 你上去洗澡换衣服 妈妈去给你买点药 我很感动 谢谢妈妈 只要不回林兰高校 怎么都好 吃了拉肚子的药后 我情况好多了 至少减少了排泄的次数 尿布湿不会太臭 可是新的问题很快来了 因为担心臭味让妈妈生气 我毕业时从学校带出来的尿布湿 就快用完了 我必须去买尿布湿 我的原计划是 第二天趁着妈妈出门买菜 偷偷去超市买尿布湿 可是第二天 妈妈一直到晚饭后都没有出门 我紧张到不行 现在我身上穿着的 已经是最后一个尿布湿了 我能感觉到它的膨胀 它已经装满了 根本承受不了我再失禁一次 我在房间里交际徘徊 终于 妈妈敲响了我的房门 博达要出去散步吗 大概是为了促进母子关系 妈妈偶尔会叫我出去散步 我松了一口气 妈妈你去吧 我不太舒服想睡会儿 说完 我就把脸贴在门上 听着外面的动静 妈妈下楼了 打开了门 最后是关门声 妈妈走了 我激动坏了 等了五分钟 带着手机出了门 我打车来到了市中区的大超市 一进超市就立刻问售货员 成人尿布湿的方位 接着拿着推车 直奔成人尿布湿去 我买了两大体 看分量应该足够我用半个月 付钱后 我就来到了厕所 我穿着的尿布湿已经动不住了 我得赶紧换个新的 换尿布湿的时候 我没注意到厕所门所有问题 刚换到一半 啪的一声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大妈 大妈一眼就看到了 我拉到腿间的尿布湿 表情有点奇怪 我慌里慌张关上门 用最快的速度换好尿布湿 离开的时候 听到她在厕所里大声道 现在的小伙子 也不知道脑子是怎么想的 为了省事不上厕所 竟然穿尿布湿 脑子有病 我低着头 加快脚步匆匆离开 我端端正正坐在座位上 毫无预兆 温热的尿液 还有深黄色臭臭的东西 就流了出来 很快 味道就蔓延到了整个教室 好臭 什么味道 讲台上 老师的表情很精彩 他拿着戒指在教室里找了一圈 最后锁定了我 纪伯达 你这个恶心的玩意儿 你干什么 他用戒指扇在我的背上 我的教室被你弄脏了 你负责清理干净 我趴在地上 像一条在厕所里挣扎的区 余光瞥见我的同班同学 他们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赏赐给我 一双双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 麻木无光 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家 按照妈妈散步的时间 她应该还没回来 到家后我没开灯 换上拖鞋 悄悄往楼上走 刚走到一半 啪 灯开了 妈妈站在楼梯的尽头 从上往下俯瞰我 纪伯达你去哪里了 我把手里的尿布是往身后藏了藏 妈妈 我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点东西 买东西 你买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告诉我 妈妈快不下楼 大力将我藏在背后的口袋往前一拉 你又买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了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成人尿布是 纪伯达 你买成人尿布是干什么 我缩了缩脖子 妈妈 是我 我要穿 妈妈一下就炸了 她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 纪伯达 我花了多少钱把你送去琳兰高校 你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和我对着干 想方设法地给我丢脸是不是 我低着头 不知道如何反驳 只能无奈道 妈妈对不起 我错了 在琳兰高校 我学会了认错 不管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 如果犯了错误 只要认错及时 至少会减轻一些惩罚 不懂认错的折磨太可怕了 刚进琳兰高校的时候 我一根筋 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表情 我没错 我只是喜欢太妹而已 我有什么错 然后 我被绑在铁座的老虎灯上反复电击 被电击到难以自控 眼泪和排泄物的味道充斥在鼻腔 最后奄奄一息 纪博答 你知道错了吗 我摇头 我没错 于是我被关进了小黑屋 整整两个半个月不见光 每天吃的 都是搜掉的饭菜 妈妈我会改正的 至少我会把尿不湿藏得很好 不会再让妈妈发现 妈妈沉默很久 在我的追追不安里 笑了笑 好孩子 妈妈知道你是妈妈的好孩子 你一定是担心又拉肚子吧 没事的 好好吃饭 不吃垃圾食品 不会拉肚子的 妈妈从我手里把尿不湿拿走 别想太多 好好休息 过几日是你姨妈的生日 给你姨妈过了生日后 妈妈就去给你办理复学 当初为了上琳兰高校 妈妈以我重病为由 向大学申请休学两年 如果没有休学 我今年刚好毕业 我乖乖点头 好的妈妈 尿不湿被收走 我只能另想他法 自己去超市买显然太危险 如果再被妈妈碰上 后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犹豫后 我选择了跑腿小哥 特意被主 到达小区请来店 不要敲门 不要敲门 为此 我还特意将跑腿费增到了2.5倍 30分钟后 跑腿小哥来店 我让他把包裹丢在后花园里 等妈妈出门后 我悄悄翻窗出去 捡起包裹 飞快往楼上跑 一路上我的心脏都蓬蓬蓬跳得不停 等我将门关上 我露出了毕业后 第一个真诚的微笑 太好了 尿不湿有着落了 可是姨妈生日那天 还是发生了意外 宴会中途 我去卫生间换了一次尿不湿 很快我就发现 有奇怪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迎着目光看去 是我的小表妹 还有两个她的小同学 三个人凑在一起 一边说着什么 一边用奇异的目光打量我 这让我很不自在 我站得更直了 交叠在小傅的手下 一时握拳又摊开 小表妹扑斥一笑 表哥你是服务员吗 我没理他 正好姨妈拉着妈妈朝我走来 一看到我就高兴地上下打量 博达变化真的太大了 简直就是个满分少爷啊 之前看你发朋友圈我还不信 现在一看 琳兰刀笑真这么好 妈妈最喜欢别人夸奖我 她脸上露出自得的笑 是啊 博达变化可大了 我真心感谢陆校长 才用两年半 就送给我这么一个完美的儿子 姨妈把小表妹叫到身前 对着我又是一阵夸 又不满地扯了扯 小表妹满头地派你小辫子 明天我也去找陆校长问问 让她给你一个琳兰高校的名额 你这丫头太不省心了 根本就没个丫头的样 你也去琳兰高校学两年半去 小表妹比我小两岁 很早就开始做天做地 对于她的事迹 我从小就听了不少 听到姨妈这么说 我心里下意识一慌 又不禁想到小表妹 刚才看我的眼神 我想开口说句什么 小表妹已经提前嚷嚷了起来 妈你有病吧 凌兰高校有什么好 你看看表哥 都被培养成服务员了 怎么着 你以后想让我去端盘子 姨妈被气得不轻 沈幼楚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什么服务员 你自己站没站项坐没坐下 你也希望别人和你一样 好好和你表哥学学行吗 你成绩要是有你表哥一半好 要是有你表哥一半懂事 要是有你表哥一半听话 我还操什么心 小表妹炸了 黑着脸指着我怒吼 是 我如果像纪伯达表哥一样听话 你就开心了 你怎么开心 你知不知道 他刚刚去厕所干了什么 他去换成人尿布室的 我看到了 厕所垃圾桶里 被换下来的成人尿布室上 还有脏东西 行啊 你要我向他学习 那好啊 明天我也开始穿成人尿布室 小表妹还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周围一片混乱 混乱里 我只能看到妈妈那一双暴怒的眼睛 他的声音在这一刻无限放大 纪伯达 你还在穿成人尿布室 啪的一个耳光重重拍在我脸上 纪伯达 你还嫌你不够丢人是吧 我眼前的世界突然变得扭曲 妈妈猙獰的脸在我身边不断放大旋转 那双眼睛像厉鬼一样死死盯着我 纪伯达 妈妈为了你连班都不上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妈 纪伯达你争点气形吗 考试第一名很难吗 为什么别人可以考满分 就你不行 你太给我丢人了 我似乎在被人拉着推仿 等我回过神来 才发现是妈妈拽着我往宴会厅外走 她的力气很大 拽得我的胳膊又胀又痛 我看着她碰触到我的地方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脸色煞白 别碰我 我说别碰我 我尖叫着推她 她猛地把我一拽 竟然变成了母子拉着站 僵持里 撕拉一声 妈妈撕碎我的衣服 布料从领口到腰间碎裂 我低头 一眼就看到了身上的伤痕 像一条条蜗 秘密麻麻趴在我的皮肤上 妈妈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 她风味一样撕扯我的衣服 竟将我上半身扒了得干净 我的身上布满了这样丑陋的痕迹 周围一片死寂 妈妈更是震惊到难以复加 纪伯达 这是什么 我抬头看向妈妈 目光空洞 妈妈 这是我的勋章啊 是我为了满分毕业 不断努力得到的勋章啊 妈妈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啊 这不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完美儿子吗 妈妈崩溃着摇头 一个劲的对我说不是不是 我更加茫然了 从小到大 妈妈对我的要求都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个从林兰高校毕业的男生类 我是第一名类 她来学校接我的时候 发朋友圈显摆的时候 不是很高兴吗 可是现在看着我满身的勋章 她为什么要摇头否认 妈妈哭得更大声了 姨妈一边拍她的背 一边让人去找了件外套给我搭上 我刚穿上外套 裤子里就传来一阵恶丑 我哟 妈妈我去一趟厕所 我找到厕所 熟练的脱掉尿布湿 用湿巾给自己擦拭 然后换上新的尿布湿 完成一切 我打开厕所门 门口妈妈气不成声 她看看我 又看看厕所里的垃圾桶 伯达 你没有拉肚子吧 没有拉肚子 你为什么还要穿尿布湿 我静静地看着她 表情麻木 是的 我没有拉肚子 可是我现在离不开尿布湿了 我24小时都必须穿着她 为什么 为什么你24小时都必须穿尿布湿 妈妈的声音很尖锐 我的目光很空洞 因为我忍不住啊 爸爸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提前飞回来了 家里的客厅里 爸妈坐在沙发上 我坐在旁边 一家人整整齐齐 上一次氛围这么严肃的时候 是他们决定送我去林兰高校那一天 妈妈哭得很伤心 这可怎么办呢老公 伯达浑身都是伤 还 总之 她必须24小时穿着尿布湿 以后她怎么见人呢 老公为什么会这样 爸爸比起妈妈冷静许多 她认真向我询问 我在林兰高校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端端正正坐着 有问必答 学校的老师都很好的 教会我听话 不浪费 不顶嘴 不听话的话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 电击是最常见的一种 我被电了很多次 我最讨厌的是被关在地下室里 地下室真的很臭 最主要的是有老鼠 被关在那里没有吃的 甚至还要担心会不会被老鼠咬 有一次我饿得厉害了 我把一只老鼠生吃了 浪费的后果也很严重 就算是发霉的饭菜 也会被老师倒在地上 要求趴在地上吃干净 有时候我会一边吃东西 一边被老师用鞭子抽 顶嘴 顶嘴是最可怕的 有一次 我的嘴被他们用针线缝在了一起 我的声音没有起伏 妈妈却哭得更惨了 博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说了呀 你第一次来学校看我的时候 虽然只能通过学校内部电话沟通 那时我对你说 我很痛很难受 我想离开 可是你却对我说 再坚持坚持忍耐忍耐 雨过就是天晴 妈妈 现在雨已经停了 天晴了吗 妈妈几乎哭晕在爸爸的怀疑 爸爸也是面色铁青 他安抚了一会儿妈妈 就打电话给陆校长 第一句话就是要求赔偿 陆校长笑了 赔偿什么 纪总 你没看到报纸吗 景气不是你送的 报纸上的照片不是你们夫妻俩 你来接纪伯达的时候 还开开心心夸我呢 现在纪伯达回家被家暴了 就在我身上了 爸爸被陆校长的无耻发言 气得不轻 正要说话 就听陆校长继续 当然了 你想要公开 想要告我也不是不可以 还是你更丢人 电话挂断 爸爸气得胸口起起伏伏 妈妈哭声轻了不少 他拉着爸爸的手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行 不能曝光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妈妈给我买了很多成人尿不湿 收走了我的手机 让我安心待在家里 复学还有其他事情 你暂时别想太多 就在家里休息 过段时间妈妈带你出国治疗 可是待在家里没有用 上一次 妈妈带我去参加姨妈的生日宴 我被她扒掉衣服的那一幕 被人偷拍了视频 发布在了网上 妈妈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一天比一天崩溃 什么 卧挥大爆 不接受采访 我说了不接受采访 视频里的人不是我 更不是我儿子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求求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都说了 别来烦我 我不想上新闻 最后妈妈又把出差的爸爸叫了回来 老公 我周围所有人都知道 伯达在琳兰刀校受到了虐待 我出去买菜 就连卖菜的大妈都问我 还有人骂我不作为 说我是伯达的亲妈 竟然对她被虐待这件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爸爸是家里的主心骨 他很快就选择了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 我也受到了舆论影响 继续这样下去 对我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曝光吧 召开新闻发布会 把博达受到的虐待公开 让舆论转向 攻击琳兰高校 攻击陆校长 做出决定后 他很快让人去安排新闻发布会 三天后 新闻发布会顺利召开 开场就是妈妈的哭诉 主要是哭诉他有多爱我 才会把我送去琳兰高校 然后又哭着说 我受到了多少虐待 哭了大概半个小时 终于引出了我具体的事情 会有我儿子 纪伯达亲口告诉大家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 也可以当众向他提问 我站在后台 听到妈妈的声音 笑了 后台不远处的阴影里 站着小表妹 我望向她 轻轻对她说了两个字 谢谢 那天姨妈的生日宴会上 是我提前找到了小表妹 让她揭穿我 穿着尿不湿这件事 我要把自己推到大众面前 推向公众关注的焦点 只有这样我才能为自己 为她 为她们 讨回公道 我深吸一口气 从后台走向前台 我仿佛看到了一双含笑的眼睛 三年前 我爱上了这双眼睛 那个时候 我是一个好好学生 每天都在努力学习 拿不到第一名就开始焦虑 是她教我放松 是她教会我爱 是她带我去看到世界缤纷的色彩 我的世界原本是黑白的 有了她才有了光 她站在光里 我理所当然爱上了她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我的变化让父母不满 她们觉得我脱离了她们的掌控 觉得我被带坏了 我不应该和她玩 就这样 我被父母送到了琳兰高校 伯达 你病了 妈妈送你去治病 病好了 你又是妈妈的好儿子 治病的过程是恐怖的 我的世界再次陷入了黑暗 上帝残忍又仁慈 因为在黑暗里 我又看到了光 她来了 熟悉的眼睛 熟悉的面庞 熟悉的笑脸 柔软又美丽 她抬手抱着我 我问她为什么要来 她说 伯达我来守着你 保护你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她将我保护得很好 每一次陆校长要找我单独授课 她都将我拦了下来 代替我去上课 她像一朵盛开的玫瑰 来时校验欲滴 后来一点点枯萎 她逐渐变得沉默 不爱说话 总喜欢看着窗外发呆 总是神情恍惚 最后她死在了我面前 那一天天空是灰色的 她的声音还是坚定不已 伯达 我们都要好好的 下午两点半 她再次被叫去授课 临走前 她摔碎了水杯 下午六点 她坠楼了 手里有一片沾歇的水杯碎片 当然 她的坠楼 凌兰对外说的是意外 那段时间我浑浑饿饿 直到陆校长找我授课 我才知道是怎样的授课 她猥琐地看着我 纪伯达乖 校长给你检查身体 然后 我没忍住 拉了好大一坨 铺子脏了 陆校长对我失去了欲望了 我浑身发臭 看向窗外 恨意丛生 这一次她交给我勇气 迎着刺眼的闪光灯 我质地有声 我叫纪伯达 我实名举报 林兰高校陆陈 裂带 侵犯 谋杀柳如烟 事情闹得很大 不仅是媒体 警方也出动了 林兰高校监控曝光 其中一个监控片段证明 柳如烟坠楼不是意外 因为监控拍到了一只手 紧接着 不断有人挖出了许多人 为压下去的热搜 早在几年前 就有声音实名举报陆陈 她的罪行两天半都说不完 现在有了热度 甚至不需要我再次出面 各个受害者 给出的实际证据 就能让陆陈老底坐船 妈妈却气得浑身发抖 纪伯达 你究竟干了什么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侵犯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 你以后怎么娶老婆 爸爸也沉着脸 伯达 你太不懂事了 虐待和侵犯是一回事吗 你应该告诉爸爸 爸爸可以带你去报警 我笑了 自从陆陈被逮捕后 我越来越喜欢笑 妈妈 爸爸 你们真的会带我去报警吗 他们与其坚定 当然 我却摇头 不会的 我撩起一袖 露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痕 从知道我被虐待开始 你们没有问过我一句你痛不痛 你们从始至终 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脸面 你们觉得我给你们丢人了 甚至如果没有媒体公开 如果没有姨妈的生日宴会 我可以保证 就算你们知道了我被虐待 你们也什么都不会做 你们会让我把苦吞进肚子里 因为没有什么比你们的面子更重要 妈妈爸爸 我是你们的儿子 不是玩具啊 爸爸妈妈瞬间哑口无言 妈妈流着泪走向我 她想抱我 却被我躲开 博答 是妈妈不好 妈妈带你走 妈妈带你移民 带你出国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好不好 我们一家人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深深地望着她 都到了这一步 她想的还是带我逃离 还是没有问过我一句 难不难受 痛不痛苦 这个家这么大 却从来没有可以让我安心哭的地方 沉默半傻 我点头 好啊 但是离开之前 我想去一个地方 我打车来到了殡仪馆 柳如烟父母早亡 是外公将她拉扯大的 18岁那年 外公去世便截然一人 她为了来凌兰高校陪我 花光了这些年打工所有的存款 她死后 骨灰一直存在殡仪馆 我取走了骨灰 带她来到了市里最高的山 她曾经带我爬过这座山 那一天 我们手牵手 在黑暗里等待日出 光明划破苍穹的瞬间 我感觉到手上传来无尽的力量 一股炙热填满胸腔 在这个空洞的世界 我第一次觉得 我有了依靠 我们是彼此的依靠 我们可以相互支撑 柳如烟也说 博达 我们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未来 就像这个天空 会越来越亮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我们就会得到自由 博达 未来一起飞吧 飞向自由 我抱着她的骨灰盒 一步步朝着悬崖走去 柳如烟一起自由飞吧 从今天起 按照我们的想法 好好地飞吧